哈喽大家好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套无景投资房 那这套房子呢 也是我的一个老客户 付购的投资房 这个位置呢 在Richmond 是近十来年 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城市 它的湖景房 主要是在77406 也就是West Park 这一块 老师说我们当时买的时候 是将近两个月前 因为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过户 这是卖家要求的 然后他返租了一个月 也就是说一来二回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买的是38万 他当时呢是36万 我们加了2万块钱买到的 现在这样的价格 几乎是买不到了 这是一套四房 两个半位的无景房 主卧在一楼 其他的三个次卧在二楼 建筑面积2724尺 占地面积5877尺 2013年建的 那这一套房子的占地面积 实际上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它后面 有这个社区的公摊的区域 所以显得这个落子不会很小 还挺宽敞的 加上它又是湖景房 后面是空旷的 学区呢是小学8分 中学8分 高中的话7分 算很不错了 那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有优势 他一出门 开车两分钟不到 就到达了1093 West Time Torway 那这里呢 从这条路去到市里面 开车也就25分钟吧 在中国去到中国城的话 20分钟不到一点啊 如果不堵车的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城市啊 也是越来越多的华人 喜欢住在Richmond的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他前面呢是有个小凉台一样的Pouch 就是这个时候啊 不管坐在前院后院都特别舒服 这个季节嘛也没有蚊子 而且不冷不热 特别舒服 然后呢他一进来这个进门这里啊 是有一个高跳 也就是说这个玄关这里啊 是一个高跳 然后呢 右边呢是他的书房 他的书房 他的地板没有升级 还是地团的 是一个法式门的啊 挺舒服的 然后呢 左边 左边是他的洗衣房 然后这一上门是去到车库啊 车库也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不看了 然后右边这里是 主餐厅 他的主餐厅的size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可以直接通向他的厨房 往前面走 这里呢是客厅 他那个因为是以前挂了电视的啊 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它拿掉 就是看到说租客他要不要放电视 他如果准备放电视放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取掉 然后这边就是厨房呢 这里放冰箱的 这个社会还可以了 因为今天是阴天啊 这个房子实际上还是很阳光很充足的 他的窗也比较多 这里是早餐厅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的主卧 主卧的景色真的是好 所以我一进这个房我就想睡觉了 因为真是很舒服 看到那个水 然后这里呢是他的 呃 卧室啊不好意思 客卧 客卫啊 客卫今天怎么了 这个客卫呢 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放这里有一点点小瑕疵 因为他这个对面这里就是他的主卧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有客人你不关掉门的话 人家就可以看到你这个主卧 那他的主卧还是非常舒服 size也够大 然后就两上这个大玻璃啊 超级舒服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壶 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壶 特别舒服 然后主卧的卫生间 主卧的卫生间也很不错哈 这个用的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这个呃 叫材料啊 但是也过得去 嗯 两个男女主人分开的洗手台 然后有浴缸 浴缸跟淋浴分开的 啊 然后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他的衣帽间 那衣帽间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现在的房子啊 他呃 衣帽间都做的不是那么特别大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大家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衣服啊 在Houston 呃 分开的马桶间 然后再去看二楼 整个房子维护的也很好啊 就有一点点那个需要touch up的 我们已经把它做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 呃 ready to move in 我们现在是有几个 abrigans 我们在挑客户啊 他这个二楼的game room 还是非常舒服啊 有一点像飘窗 就是有点飘窗前面 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湖井的 看 特别舒服 这边 就是坐在这里可以不用工作 就有点度假的感觉啊 呃 然后他的这个房间呢 那是两边左左右分开 左左手和右手 啊 那么这边呢是 左边呢是一间房间 啊 他都有一点挑高的啊 然后呢 再过来是右边 右边呢 这里有一个 全位 也就是说里面是洗澡的啊 呃 如果他是有两个 呃 洗手台的话 可能会 两个圣格会完美一点 因为毕竟上面有三间房嘛 然后进来这是第二个 楼上的第二个房间 那对面呢 这个房间呢 他就是湖井房 啊 湖井房间的哈 二楼的 ok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楼下的 看一下他后院的哈 后院很舒服很舒服 这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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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湖井房哈 这个季节是最享受的 这个不冷不热 啊 也没有蚊子 你去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凉台 就是露台带领的露台 他这个院子哈 不大不小刚刚好 因为我们用来做投资的话 你也不想太大的院子 人家真不愿意帮你打理 那也没有什么 呃 像这个花呀 什么之类的啊 他们打理起来很容易 就是一些bushes 他到时候一剪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后院的 这个湖井 今天的风吹的特别的舒服 这个是他后面的湖 所以我昨天有一个客户跟我分享 他说 费云虽然说这个湖井房 呃 他是人工湖井 但是他最舒服的是 你不用看着你家后院的 就是那个南山 也就是被挡住了 被框住了 他说这样这个看出去 特别舒服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远的啊 虽然对面也有房 但是你可以 真的是可以看到很远 所以他说他很愿意 帮助点评 如果您对休斯顿的房地产感兴趣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 或拨打电话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